中共網信辦9月15號發表文件 聲稱要從嚴處置手法、手鑽、多法 煽動傳播網絡暴力信息的帳號 並指要建立舉報快速處置通道 曾經在網上披露鐵鏈女事件身上的前大陸傳媒人趙蘭健表示 中共此舉是執政部門直接參與執法 升級社會恐怖氛圍 時事觀察人士思進認為 中共所謂的處置網報只是考慮明目 而真正的目的是進一步剝奪中國老百姓的信息知情權 而是為他的專制獨裁正傳服務的情況下 中共的統治者肯定很快就完蛋了 所以用這種恐嚇或是所謂的法律這些惡法 來控制中國的老百姓 讓老百姓知道事實的真相